哈喽大家晚安 我是仲哥 这是我的新节目 今晚solo 深夜时段 仲哥与大家一起来solo 这个新节目 我们要跟大家聊些什么 我们要跟大家提到 如何用筹码来去抓出明天的主流 其实这些资讯 大家网络上都抓得到 为什么还要特地跟大家开个节目 来聊这些呢 其实很多人看到这些资讯 跨轨跳轨烂轨 那却不知道这些资讯呢 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我们都知道仲哥在四五月的时候 跟大家提到钢铁股跟航运类股 那六七月的时候 跟大家聊到这个车用电子 在八九月 跟大家提到这个半导体类股 其实都是从这些资讯去抓出来的 所以如何使用这些资讯 就是成为大家怎样 能不能赚取财富的一大关键 那其实这些资讯 证交所 奇交所都非常好心 帮我们公布一些主力大户的一些筹码 那我们可以怎样跟着聪明前走 获利自然会有 所以我们开这个节目来跟大家聊聊这些 当然最重要是什么 请大家一定要加入中个挑管群组 加入TG群组 我们会在盘中即时跟大家分享 这些可能主流的一些买卖点的一个讯号 所以中个的TG群组 请大家一定要把它加入 那首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外资的期货筹码 那你可以看到今天外资在这个大台的部分是做多的 那这个小台的部分也是呈现做多的 所以使得什么筹码这边开始呈现一个怎样 偏多的一个讯号 那接着我们再看到OP筹码 OP筹码外资这边是BiCode跟这边是BiPut 那BiCode就是看涨 BiPut就是看跌 那两边同时一样的话代表说什么 外资这边对行情的后续是比较偏向一个震荡的 那接着我们可以看到前十大交易人 目前前十大交易人的总空单 总仓位是呈现一个减少的 所以整个综合起来看的话 这边这筹码整起来上是一个偏多的 那比较可惜的是什么 比较可惜的是这个散户的未平仓是呈现一个多单的 那我们都知道散户以上是跟这个行情是走反向的 当散户如果维持着偏多的话 那其实行情很有可能会往下 那如果散户是反过来是偏控的话 行情很有可能是往上 不然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筹码 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呈现一个反向 所以综合起来看的话 外资跟大户的筹码是偏多的 那散户筹码也是偏多 所以整体来看的话 行情还是会怎样呈现一个震荡 那接着我们来看到加权指数 其实在财因集团的时候 我们一直跟大家提到这个加权指数的形态 但是当时录影的时候 这个筹码还没有出来 所以我们用筹码再搭配形态跟大家做说明 大家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 那既然这个筹码偏多有利于什么 有利于这个加权指数重新站回这个区间下缘 那这个区间下缘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呢 因为回到一个区间形态 就有利于我们的选股 因为区间震荡 然后个股就轮流的表现 轮流的冒出头 那如果没有站上的话就会比较麻烦一点 大家就要适时的缩小部位 因为头肩底那这边站不上话 后续行情有可能会再回撤了前破的地点 所以这个区间下缘很重要 那在筹码偏多的情况下 中国认为三日价有助于站上这个区间下缘 那其实加权指数的形态 为什么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非常重要 因为它会决定于我们的持股仓位 当目前大盘是呈现一个多方的时候 我们适时的放大部位 那如果大盘是呈现一个区间震荡的时候 我们就保持着中性大概五成的水位就可以了 那如果它是往下跌破的话 我们就开始保持一个低水位的状态 那保持低水位的状态知道什么 它重新形成一个上升轨道 那既然这个加权指数呈现一个区间震荡 那我们应该如何抓住这些主流呢 我们可以从这外资跟投信的买卖超 来去推敲下一波的行情会在哪边 那这些表格是中哥从公开资讯观测站抓下来之后 然后帮大家整理出来了 那这个依据在哪边呢 依据在外资跟投信 有没有同时的连续性买超 当外资连续买超三四天 或是投信连续买超五天 那如果当天又有主力 也跟着进场去做买进的话 那其实就很容易这样 很容易形成一波主流行情 然后走得又长又远 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外资 外资今天在买一手在买金融类股 那事实上外资昨天的卖超非常多 因为这个恒大事件 说的是什么 外资担心说这金融 金融业者会有一个曝险问题 所以选择在大卖超 但是当这恒大恐慌战告一段落之后 他就开始积极回补这金融类股 那为了什么 为了卡位接下来费的有可能的一个升息题材 那除了金融类股之外 你也可以看到外资是在这边 是积极去买超二线硕化股 那二线硕化股其实我们在群组上面 也跟大家追踪非常久 那首先看到台具跟亚具 这个外资今天也是毛起来 去做一个买进的一个动作 那为什么在买台具跟亚具呢 其实主要是因为EBA EBA报价大涨 那同样 这边你就要回头去想 为什么EBA报价会大涨 主要是因为这太阳人类股 这边下半年的装机机台 会比这上半年还要多 而且是多出两倍到三倍 所以看到这样的新闻 其实你可以回过头去推敲一下 太阳人会不会有机会 成为下一波的主流 那你就留意一下 外资跟投信 有没有开始回头去布局 这太阳人类股 如果他有开始回头去布局 然后连续性买超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跟着进场做切入 那我们可以看到外资在卖什么 外资在卖这个群创友达 其实这些我们也跟大家聊过 非常多次了 因为面板产业出现一个拐点的讯号 那接着我们可以看到投信 那其实投信今天买超非常非常明显 有没有发现投信在买什么 他集中在买伺服器类股 那其实伺服器类股 今天早上在TG群组的时候 我们也有跟大家叮咛 因为投信是呈现一个连续性的买超 那说这伺服器类股到底在涨什么 其实这个原因我们也跟大家聊到过 因为这手机或是笔电砍单 所以使得什么使得伺服器这个缺料缺口 能适时的补上 所以它明年还能维持着一个稳定成长一个态势 那现在我们也跟大家提到 这个投信然后外资会开始这样 布局明年还能大幅度成长的产业 你可以看到不管是联帽 或是合硕 或是广大台光店 甚至这伺服器类股 其实通通都跟这个伺服器有关 所以当你看到这样的讯号的时候 其实你会很明白 接下来的主流行情会在伺服器类股 同时你可以看到 这边旗宏跟这个建策 这边投信也是这样连续性的买超 主力也在买 所以中哥可以大胆来去假设 接下来散热族群也有机会成为一个主流类股 那再来看到这投信卖超的部分 投信卖超的部分 你也可以很明显发现 南貌超风日月光或是金元店 其实它都在卖超所谓的风测族群 那投票还记得我们先前跟大家聊到过吗 每一个时间点都有不同的主流来带 八九月的时候我们跟大家提到 你要去留意一下半导体类股 留意一下风测族群 那当时的确走出一个波段行情 那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 其实投信卖卖了 那其实这些类股 你就是这样暂时不要去留恋他们 你要去留意一下 这边主流是在哪边 那其实你可以很明显看到 目前旁边上的主流 就是在所谓的收化类股 还有什么所谓的市普契纽股 所以当你抓到目前的产业趋势之后 其实你只要掌握到买卖点 自然就有机会可以赚到钱 那其实这些即时的买卖点 我们在TG群组 TELCAN群组都有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 所以当你如果不会掌握到这些买卖点的话 请大家一定要加入这个TELCAN群组 我们在上面会跟大家做一个即时的分享 那欢迎大家加入 我们下礼拜二见 拜拜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